据菲律宾每日询问报报道 9月7日三名来自中国福建和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中国嫌犯 在菲律宾弃毒署警方和海关的联合弃毒行动中遭射杀身亡 警方从四名嫌犯手中一共缴获了四把手枪580公斤 市价约7900万美元的毒品冰毒 菲律宾总统杜特利在电视谈话中表示 对逝去的生命感到遗憾 但这些人来自的国家应该了解警方只是按法律行事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